這篇文章我看了 它從文本角度來講 它是一篇中規中著的一篇 泛文或者是紀念母親的一篇優秀文章 裡面並沒有什麼太多的政治敏感 所謂的這個公平爭議這個概念 也是共產黨這個核心價值裡面已經有的 所以能夠文章沒有嚴重的政治敏感詞 所以不構成一個政治性的封殺 當然它的傾向性是非常明顯的 它的母親是1921年出生 我們都知道共產黨的這個化入體系 更多的人會感恩黨對它的培養 溫家寶是一個詞沒有 它很多時候都刻意地迴避這樣一個政治的高達上 這個正確 這是它的一個政治人格 和中共的這個記者的力量 是完全是不同的 因為溫家寶一直反對文革 一直主張政改 從1986年它進入趙紫陽的這個政改小組 參與主持這個黨政分離的這樣一個專題 它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一直都強調這個政治改革 或這個普世價值 它某種意義上來講是中南海裡面的公知 所以引起這個公知界或者整個社會對它的一個好感 所以這篇文章發了之後 人家會從這樣一個角度去認為 可能是因此而封它 封殺了問題的一篇文章 而我的分析是不是這樣 這是因為中共的這個發表政策 就是中共的政治委員以上的行動和發表文章 都有它的嚴格的規則 我們都知道系上台之後當核心了 所以以前的這些高級領導人的一些行蹤消息文章 都必須經過中央辦公廳或者是西辦批准之後 才能公開報道 江澤民曾經在揚州遊玩 但是只能是一些遊客拍下來之後 才自媒體上傳播 官方媒體沒有批准 不允許發表 當時揚州郵報紙轉載了 公開轉載的時候 就被內部的這個處理 所以中共在這個方面已經升級到 對高層領導人嚴刑的全部的控制 這是因為江澤民時代他自己干預的太多 胡文時代干預的太多 現在系列他進行一個反制 實際是因為江澤民而造成的一種權王封殺